大陆前总理李克强的遗体覆盖中共党旗 摆放在八宝山大礼堂中央工人瞻仰 李克强一双成红胸前别的白色花束 一一向来宾打理气氛肃穆哀期 虽然大陆官方尚未公布正式照片 但李克强个别是影像已经在网路上抢先曝光 气氛庄严肃穆 北京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新华门 大陆各地政府机关以及驻外使领馆 统统降半旗 送别前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朝早7点在西环的中联办举行下半期仪式 11月2号清晨7点多 北京八宝山军人公墓道路沿线和地铁站出口 已经有大批特警公安和便衣警察进驻 周边交通也早早进行管制 连平常对外开放的公墓大门 也需要拿复文等证明才能进入 告别室10点开始前 一四围大陆国要主席习近平搭乘的黑头车 缓缓进入会场 国民报道 李克强告别室不止违安高规格 赠礼流程也完全按照2019年 前国务院总理李鹏过世的政国级规格 看看李克强的复文 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前次用字和嗜好 跟李鹏的版本一字不差 现场也可以看到不少公安 维持现场的秩序 要求民众不要聚集 尽快离开 李克强是中共建政以来 学历最高却离世最早的总理 在数目氛围中走下人身舞台 TVB2新闻 程序林敏珍张志明 队临丽北京报道 总理好 有民众很气愤 既不开放公众吊咽 连等在路边含话车队 都会被管制 李克强遗体火化当天 天安门降半旗致哀 现场看到不少提前预约的游客 还有旅行团到场 天安门降半旗的相关讨论 也登上了微博热搜 还看不到天安门的距离 就被检察哨挡下来 检察对任何镜头相当防备 下一秒被检察手机 李克强火化这天 天安门变得更加戒备 可是旅游团提前预约才进得去 根据港媒消息 中国大陆各地收到通知 在这段期间不允许各省市民众 在北京聚集 外媒捕捉天安门广场人群不多 武警密集站岗 周遭的十字路口不只有公安车辆 还有特警车辆 似乎在防范任何意外发生 李克强承认中国大陆总理十年 中共政坛曾经的二把手 但是奏事后的最后一程 北京的气氛不止压抑 更严格管控 TVB新闻综合报道 今年三月的全国两会 手中握有大陆最高权力的两人 同时起身 微笑握手之后 习近平左手拍了拍李克强肩膀 这位被认为最接地气的总理 就此卸任并且退休 正式告别大陆政坛 李克强突然病逝 大陆官方在八小时后 就释出消息 野蜀罕见 而这一段 他与大陆国务院办公厅人员的 告别谈话 在他辞世之后 也被端上台面 阳光明媚 如目称风称光 人们常说 人在看 天在看 看来是 昌天有眼 李克强被视为是以胡锦涛为首的 大陆团派第二号人物 外媒纷纷解读 大陆核心权力的转移 纽约时报与英国广播公司 BBC都点出 李克强出身共青团 但随着洗礼体制弱化之后 李克强逐渐被边缘化 其中一大原因是 李克强在卸任的前一年 曾经逆风直言 脱贫攻坚任务并未达成 我们人均年收入是三万元人民币 但是有六亿人 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一千元 一千元在一个中等城市 可能租房都困难 华盛顿邮报指出李克强的两个任期 虽然阻折经济事务 但大多不在权力核心之内 台湾陆委会则向家属表达慰问之意 TPB新闻综合报道 人们常说 人在看 天在看 看来是 昌天有眼啊 人在看 但今天啊 今天啊 是 阳光明昧 如鲁成风 春光 人们常说 人在看 天在看 看来是 仓天有眼啊 我们国办同志 这些年来 辛辛苦苦 扎扎实实 做出的特殊的奉献 周五上午8点 大陆官媒央视这条不到100字的简短新闻 震撼了各界 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同志 近日在上海休息 2023年10月26日 因突发心脏病 经全力抢救无效 于10月27日零时时分 在上海逝世 享年68岁 复告后发 由于中国大陆领导人 不论是在任或者退休之后 都享有比一般人高出许多的医疗照顾 与安全维护 包括身边24小时 都有医护和警卫待命 日常饮食 更全都有特殊管道供应 确保食材安全 因此从1949年上台的周恩来开始 到华国锋 赵紫阳 李鹏 朱镕基 与温家宝 历届退休总理都是高龄 长寿 甲巴黎 连在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 被批斗关押致死的 中国第二任主席刘少奇 也活到71岁 李克强却在68岁这年 骤然离世 引发外界诸多讨论与揣测 尤其李克强 今年8月30日 曾亲身走访敦煌墨高窟 这里事前最后一次 公开活动的身影 看起来精神异议 无法想象两个月后 尽刻然尝试 曾在去年中共前领导人 江泽民去世时 获得高度关注 充满对习近平 隐喻意味的歌曲 也再次被网友翻出来 而大陆网络则火速关闭 多数新闻网页的讨论区 并且删除哀悼之外的 所有留言 严控舆论 日本之外 包括印尼总统佐科威 巴基斯坦总统 以及美国驻中国大使 伯恩斯等诸多国际政要 都透过社交网站发文致哀 澳洲前总理陆克文 与腾伯尔 也PO出过去 与李克强的合照 表达悼念 李克强在2013年 从前任温家保守中 接过总理职务 开启了当时被外界称为 习李体制的新时代 拥有经济博士的李克强上任后 有意发挥专家治国的优势 推动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 经济政策 致力于去杠杆化 并开展结构性改革 试图让中国GDP成长率 重新占回两位数 而这些经济政策 被外界称为克强经济学 但同长大位的习近平 却以达胡扫摊之名 去除一己 并且新成立多个最高领导小组 担任组长或主任 震惊全力一把抓 李克强的总理地位相对被架空 连一手推动的地摊经济 都在推出后不久 遭北上广深等一些城市 和官方红舌抵制 当前地摊经济 在一些地方热闹起来 这固然有其生存发展的价值 但是这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一旦脱离实际 一混而起 盲目跟风 就会适得其反 蚕食来之不易的治理成果 再加上疫情与清零政策的严格执行 让曾经冒出头的地摊经济 戛然而止 直到近期 中国经济在疫情结束后 仍持续疲软 当局才有旧瓶装新酒 改用夜经济来鼓励民众摆摊 尽管在高层政治斗争中失事 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最弱势总理 但李克强不少公开发言被民众认为说到心坎里 包括直白点出全中国四成以上人口 每个月收入远低于平均 他在今年三月两会上卸除所有职务裸退时 与同仁的告别演说中 特别提到 人在干 天在看 苍天有眼 被外界认为意有所指 李克强日内曾经多次下乡 毫无价值地与民众互动 连2020年春节疫情刚爆发之际 李克强也曾亲自到武汉的医院视察 向医护打气 这些实际行动让李克强受到民众爱戴 声望之高甚至令习近平感到盲刺在背 今年三月 李克强在两会发表日内最后一次工作报告 获得的掌声长达20秒为全场之最 随着李克强病逝 习近平第三届任期反复上演着高官莫名消失 彻职拔官甚至骤然离世 似乎也侧面反映出在习近平大权独卧的情况下 政治的稳定与人事去留只在一面之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